对于刚入社会的新鲜人 手购主或者是经济稳定的小家庭来说 如果你要是有用车的需求的话 通常会将这个购车预算设定在50万左右 50万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急剧来说 可以买到全新的车款 而且是入门急剧的车款 或者是你可以在二手市场上面 找到一个年份不是太久远的车 那到底50万可以买新车 也可以买二手车 到底要怎么样选择呢 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帮大家来找答案 不过我们在帮大家选车之前 首先我们先一起来算算 如果今天的年收入是多少 我可以买这个50万的车款 而且是新车的车款 还有在贷款上面 我应该是全额贷呢 还是部分来做一个贷款的选择呢 黄总 好 我们如果从这个新车的角度50万 我们要把它贷款的话分两个嘛 刚刚讲一个是全额 还是有一点头期款 那以全额50万来讲 目前银行 商业银行 只要条件够是可以承贷的 那基本上它的条件是这样 就是说第一个 你不能有循环信用 你的信用卡不能有循环信用 当然就不要说有卡债 那另外一个就是车贷跟房贷呢 在半年内 你的额度不能超过80万 如果说你的房贷还有很多的余额 必须清偿的话 那可能在全额贷上面 就不容易有评分过去的机会 征信上面 那另外就是以全额贷来讲 我们以新鲜人来讲 它的收入并不高 所以月付款我们要把它压低一点 那目前银行来乘坐 假设以60期五年来算的话 大概在9000块左右 一个月付款 那利率可以谈到2.8 就是我刚刚讲 如果条件很好 然后这个月收入正常 那月收入到底正不正常 我想我们这样分几个点来看 住在台北市的人 他本身的这个消费 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会抓呢 月收入大概37000到4000 那他怎么算呢 就你一个月在生活消费上 至少要用到19000到2万 再加上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9000块 8000块左右的这个月付款的话 你或许算一下 你还有三成的余额 可以拿来做其他的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在贷款的过程里面 要考虑到你的生活消费 再加上你的这个月付款 必须控制在你的月收入 大概6到7成 那这个数字怎么来呢 其实也是银行提供的 银行在抓这个数字的时候 抓得很精准 就是说你的还款能力够不够 对 所以如果你这样抓 如果你的月收入更高了 你可能到4万5到5万了 你可以考虑36期 那一个月大概月付款 14500 那如果你的月收入稳定 在5万块的时候 你就可以带到少一点 我们两年就把它还完 24期 21500就可以来做月付款 这是目前我们如果从50万 这样急剧的车 我们用全额贷款来看 那另外呢 假设你刚好投期款有10万 那我们就可以更轻松的来付款了 你可以带40万 那这个时候月付款会降到 大概7000块左右 让你的这个支出各方面 可以更低 就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以社会新鲜人来说的话 基本上他们的薪水 都不太可能像刚刚黄总讲的 3万多4万块钱 等于他投期款就要准备 多一点点对不对 多一点的话 至少在付款上会更轻松 刚刚讲如果10万 你大概7000块 假设你拿出20万 你可能在5000多块钱 那我想这样的话 你的那个支出的应对 会相对减少 比方说是5000块的话 你大概月收入在3万左右 你大概就可以支付这个车 对 所以我们了解到 自己的购车资金之后呢 接下来大家就很期待了 50万到底可以在这个 台湾的市场里面 可以买到哪些新车呢 爱大师不帮我们推荐一下 其实50万大概就是刚刚冠宜讲的 很多人想要买车的时候 第一个为设定的一个这个目标 以及急剧 那当然50万呢 你能够买到的车 多半是属于入门的一些车款 或者是说比较经济型的一些车 或者是小车啦 那当然也有这种所谓的中古车 可以来去做选择 不过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休旅车呢 就大概只剩下中古车 可以去做选择 那如果说你一定要买新车的话 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我不晓得这个中古车保养啊 或后续维修啊 会不会有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选择新车 是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考量 毕竟如果它有任何的这个 故障啊损坏啊 原厂提供相对应的这个 长时间的一个这个保固啊 这个对于这个经济负担上 比较紧缩的一些 这个消费族群来说 它相对而言是比较有保障的 那事实上他们可能也不需要太大的车 或是太豪华的车子 他觉得只要经济实惠啦 安全性足够啦 可以满足一家人的一个需求就好 那其实这个地方呢 这个制度大概帮我们列出了四台车 那我针对头两台车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啊 例如说这个头两台车第一部是这个Torota的Vios 第二部是Lastgen的S3 大家就会想说其实这两台车 它虽然是属于同一个极具啊 可是它刚好有截然不同的性格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 你如果说这个车子准备开个五年八年 然后呢希望它在卖掉的时候呢 还可以相对的来说保值 你的五十万的投资 基本上买车属于动产 怎么样都是一个赔钱的状态 都是要了钱的状态 不会像你投资房地产 可能还会有一些增值的空间 那当然买车我们就希望它 这个买了之后呢 在卖掉的时候不要折损太多啦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Torota的这个Vios 因为它在五十四万九以及五十七万九 分别这两个车款 都是大概在五十万出头的一个这个金额 那其实如果你家里 有一些长辈的旧车太患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货户税的补贴 甚至再去杀一点价啦 或者说你它前一阵子促销 有送这个大电视 你不要这个电视的话 可能还可以再折一点钱 大概你的这个实际支付上的金额 加上税金领牌啦 甚至一个出街的 秉市的保险加一位 大概你会落在新台并五十万 甚至大概五十到五十出头 一点点的金额 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车款 那其实Torota的车款 在台湾来讲就是第一个 它的品牌价值 第二个它的高保值性 以及高度的妥善率 你不用担心它坏掉 你只需要加油定期保养 你就可以安心的去开这台车 那这个两款车型呢 它都有具备的双安全气囊 也有一个基本的安全防护 这是还OK的 那再来如果我们看一下Lustgen的S3 我刚刚说这两款车 虽然是在同一个级距 同一个价格带 但是它也有的截然不同的性格 尤其我们也知道 这个Lustgen的这个S3来说 它的车室内的空间 还蛮大的 哇塞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庞大 大概是跟Artist可以来去相比 等于是上达Toyota 另外一个阶级的这个车种 而且它的这个价格呢 你看以它的3D安全经典版 安全豪华版 大概就是55万9到59万9的一个定价 那你可能跟这个业务员 稍微溢价一下啦 或者是你有一些旧车的态换 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让你买到 50万以内就可以买 或者是在50万左右 就可以买到这你心里所想要的车子 那截然不同的性格除了空间之外呢 再来就是当它是一个这个国产的 台湾制造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对于非常有 有些年轻人或者有一些台湾的这个消费者 对于国产品牌其实相对来说是相当的支持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不错的 再来S3它拥有的很丰富的一些所谓的科技配备 你在这个 年轻人喜欢 对 如果你买的是Toyota Vios 可能就是很阳春一般 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就是很安全 它可以很保值或者是不容易坏 但你如果买的是Lustry S3 它有好多很不错的配备 例如说它中间有一个重低音 它的这个大萤幕可以一些触控的功能 还有它有一些独特的一些独门的什么 3D影像的一些科技啦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错啦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一款车 你必须就要斟酌去思考点 就是说你可能开了五年八年之后 如果这一些电子影音的配备啦 它如果有损坏的时候 可能在维修上面会稍微会比这个 一般的车型它多了几项会坏掉的东西 那可能在维护保养费上面 过了保护期之后 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一些 比较多的增加的一些费用 再来就是说 因为那智杰这个品牌在台湾 它可能保值性稍微没有像 Toyota来得这么好 但是也不至于太差 因为本来这个价格 就已经是很清明的一个这个价格 它跌也跌不到哪里去 当然还是比这个Vios 会来得差一点点 其实这两款都非常适合年轻人 也非常适合一些小家庭 来使用的车款 那大维哥 你对于这个50万上下 这个几具的车型来说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推荐呢 刚刚艾达介绍的Toyota Vios跟Luxian S3 这两款都是这个小资族入门的 四门三箱房车 而我接下来介绍的这两款车子 有一个是Kia Picanto 另外一个是Mizvichy的Coplus 这两款车是你假如对五门先辈车 情有独钟的话 你倒是可以从这两款来入手 而其中先从Kia Picanto来谈起 那这Picanto它是原厂最新世代的 小型迷你车 它在原厂在接下来的11月 它就推出了新的它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车系 从49万起的经典型开始 Picanto入门的时尚经验 一直到还有一个GT Line 这样子一个车一个整合出来 它一个完整的车系 那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50万 50万我们当然去先从49.9万的车型看起 你真的看49.9万 比起其他的国产车的入门型 都还要在便宜 它已经在50万门槛以下 而且它这款车子 你别看它只有49.9万 我们其他车子 有的两气囊 有的几个气囊等等的 它这款车49.9万的标准 一律标配就是六具气囊 这在49.9万 这真的是很难得 很沙耶 在国内当然有其他车型 也可以便宜 在沙价可以便宜到这样子的车架 但是绝对不会有六具气囊的设定 至于Mitsubishi的Code Plus 我觉得这款车子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 这是中华30 它一个很用心的车型 虽然说这个车子 它的原始车型已经早在2000年初 就已经推出了 它今天的时间已经推 这世代里面它是属于这个 比较旧的一款 对 没错 但是中华30 它不断努力下 我们现在所看到Code Plus 它已经不仅是外形上车头 它换上国本恒博 也就是30 它总工程式设计的最新世代的车头造型之外 它的内装等等的都因应这市场的需求 中华30不断地给它改进再改进 像我们说 本田的FIT不是有一个空间的置物性 可以放高容量 大容量的较高物品在它后座 在Code Plus上面 它在这个最入门的 这个49.9万的 甚至你用个这个什么 旧换星 甚至便宜到5万 44.9万就会换到 这样的车子 它也有一个大型置物空间 你只要把它原本就很大的 620公升的行李箱 把它的底板再把它放下来 你就可以放较高的物品 它的空间容量真的是 同级车没有人可以跟它比 然后另外 在它的其他的便利性设施上面 我觉得在这款Mitsubishi Co Plus上面 车厂都尽量替你想到 当然在它高阶车款上 它甚至还有这数位仪表板 什么星空禁忌等等 海洋型 让你觉得你开这部车 已经觉得也是进入到 另外一个新世代的感觉 对 其实虽然这些都是 车厂的一些入门车款 可是他们真的非常用心 在进行这些入门车款 毕竟它是以量为主 所以其实有可能会都影响到 他们的挂牌数 除了刚才这四款 在50万上下 你可以买到的车型之外 其实罗哥也要帮我们推荐另外一款 它也是 很多人都说 它其实开起来 不论在底盘的表现 甚至于在安全性上面 真的不像是一台入门的房车 那就是福特的ASCO 我们请罗哥为大家来介绍 是的 冠宜 我们刚刚都在讨论说 如果你有只有50万预算的话 我们就买入门车 车型 对 其实你如果大概五六十万 五十几万到六十几万 你花多一点点钱 其实你是可以买到一部 很体面 空间又大 配备也不错的 配备也不错的房车 而且它的安全系数非常好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台 福特的ASCO 那其实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当时ASCO 上市的时候说你不是有Focus了吗 对不对 Focus也有四门款 结果ASCO一推出来 它比Focus还大 不管是车长 它车长到了四五八七mm 将近四米六 这个已经是中型房车的尺寸 然后坐到车内 我们发现它的后座空间 腿部空间非常的大 对 所以在整个的车格上面 你绝对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入门小型车 它已经介入中型房车的车体大小了 然后它为了要让这个车子 让大家更平价 就是让大家更能够接受 所以它的引擎 用了一个1.5的引擎 然后配上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但是它1.5的引擎 它马力有113匹 扭力有14.5公斤米 其实我们在试车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这么小的引擎可以载得动 这么大一个车体吗 对 中型房车 其实我们在北海岸在那边试驾的时候 发现它那个引擎转速 是拉得很快 很轻快的 而且很省油 然后你开起来 你完全不会感觉说 这个引擎在重拖 对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一般用途里面 你不要想说 我这个油门一踩就0100 什么7秒8秒 对 那应该找性能车款 对 但是你如果说一般的情况下 你觉得够用 够实用的话 其实这部车的整个表现 还有它的底盘的这种扎实度 过弯的稳定性 它是非常非常棒的 所以严格讲 其实这个福特的这个车体 这个整个的底盘结构 它其实跟Focus还是有点关联的 而且它把它拉大以后 虽然是前面曼花承 后面是这种后拖翼壁的非独立悬吊 可是它整个的车子开起来的稳定性 是非常非常棒 隔音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这部车它在安全性上面 它也给得很棒 譬如说它的入门款 它就有四个气囊 顶级款是六个气囊 然后在这个动态稳定系统 就是说车辆动态稳定系统 ABS 这个胎压侦测 上坡起步辅助 这些都是标准油的规格 它唯一缺的是什么 比较新的主动型的智慧驾驶辅助 这一类的 什么盲点针车那些 对对对 还有车头灯也并没有用到什么 LED头灯 它只有LED的灯条 头尾灯条示板 所以其实你用这种一个蛮非常容易入手的价格 你就可以买到那么大的车格 虽然它们有很多很先进很炫的这种新的 这种配备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使用取向 这部车真的是非常棒 对 因为刚才罗哥讲到一个重点 50万的这个集聚里面 你要买到有安全性 然后再来有底盘的操控性 甚至于在空间的运用上面又不错 车格又适合全家的话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福特的ASCO 是真的不错的一个选择 当然我们为大家整理的是 所谓新车的部分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那我如果不想要买 比较入门一点的这种新车的车款 我想要再进阶一点点 我想要配备再好一点点 安全性上面再更高一点点 甚至于车格再放大一点点 也许可能就会朝中古车的市场 上面去寻找 但是我们要先帮大家 一样要算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要入手 中古车市场的 50万上下左右的车款的话 我们在贷款上面 是不是跟新车有一些差别呢 黄总 我们谈到中古车贷款的部分 跟新车 它有差距的地方在哪里呢 原则上因为中古车需要建价 新车它就是这个行情 所以牵扯到建价 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天书 或是建价手册 这个翻开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 这台车在银行在评估的时候 大概会贷多少钱 那其实现在的社会 大家都希望现金保留多一点 所以中古车贷款 也是希望用全额 那中古车能不能全额贷 其实现在的条件 以这一两年来讲 特别可以 原因是什么 因为建价的书出来以后 这个车现在因为促销的关系 各方面 卖的价钱还比这个建价车 有时候还低一点 所以你要带全额 其实是不难的 但是我们来分两块 新车一般都会找银行 那中古车呢 它会有第二管道 因为很多买中古车的 它的信用条件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我们新车的这个商业银行 可能没办法受信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会转到 我们常常听到的什么 汇丰 SUM 或是什么和润之类的 叫融资公司 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一点 很多人说融资公司利率比较高 那是应该的 为什么 因为融资公司 它是跟银行猜款利率 猜款现金 所以原则上 它的那个进来的成本 就已经可能要两三%的成本了 再带出去 所以一般来讲 融资公司它给的贷款的利率 一般都在5%以上 6%以上 甚至于如果信用不是那么好的话 可能到十几% 所以我觉得说 你买中古车要贷款的时候 你恐怕你的信用条件 各方面做得好 我之前有提过 最好是我们的户头里面 在半年前 就陆续的放一点钱 不要让银行觉得说 你户头只有500块钱 结果你今天要给我 月付款2万块 我就会很怀疑 你的还款能力 所以有时候 做一点绩效出来 或许在未来 我们贷款的时候 增加第一个 我们利率谈判的空间 因为如果假设 你户头有30万 我可以跟你保证 银行利率一定低 因为他觉得 你还款能力很好 但是如果刚刚讲 你只有500块 甚至于有的 户头是零的 他也把存值的拷贝出来 那这样就会影响到 整个受信的那种条件 所以其实我们在 中午车市场要买的话 贷款也是可以 从银行里面带 就不一定要去 融资公司那种的 当然 当然 但是如果说 假设我们的条件 但是要信用条件 对 我们信用条件 没那么好的时候 才会走到第二管道 也就是我们讲的融资公司 但是我们常听到 有很多人在 二手的市场上面 因为在做贷款的流程当中 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些陷阱存在 甚至于有一些 诈骗的一些手法 黄总是不是可以 稍微帮大家整理一下 甚至于提醒一下 观众朋友呢 我想在业界也碰过 类似像这样的做法 就是说 当然一般的车行 良幼不起 我们先不谈 最怕的是有一种 就是中人 就是你的车 透过我这样的中人 中间人 我去贷款 可是有时候融资公司 它并没有召会 原来的这一个车主 它直接就把钱 拨给这一个中人这边 结果中人在贷款银行 要拿去设定这中间的空档 他把它拿去档户当掉了 或是把这车又再转卖了 造成客人贷了款 还拿不到车 那银行也没办法去追索 这个事情 变成要走到官司了 像这一类的事件 其实是层出不穷 所以我们在贷款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跟银行说 你的贷款 在拨款前要召会我 还有就是我们拿这个车的证件 出去的时候 是不是也确认了 这个车是可以交车 银行可以贷款 那中间比较有空窗期 我觉得这样对我们 购车的人才有保障 对 所以其实我们了解到了贷款之后 在中古车市场 到底有哪些50万上下 可以选择的车款呢 其实刚才我们跟大家讨论了 在新车的这个市场里面 你可能选择都是一些 入门的房车 甚至一些属于比较像微型车 或者是先辈车的车型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买到 现在全球非常流行的 SUV的车型的话 在中古车市场 50万可以办到吗 大卫哥 的确是50万当然可以办到 当然就看你要买到 是哪一款品牌的车型 哪一个年份的车型 我们就以说 目前国内卖的最好的SUV 就是Toyota的RV4 RV4当然是大家很喜欢 因为这卖得很好嘛 而且大家都说它很耐用 所以很多人买这个SUV的时候 当然也会想说 我可不可以买到 RV4的这样子二手车 的确你可以在市场上 找到这种50万出头 就可以的这种RV4 但是RV4老实说了 它的这个你要 因为Toyota车子 有一个特色 它保有车子时间比较长 所以你要看到 这个市场上 在三到五年之内 车子就流出来的 其实也不多 也要好好注意看看 然后像这一类车子 它流出来的 一定市场上 一定很抢手 所以你看 它在这样子的市场 你看2013年 距离现在已经要四年五年了 五年 对不对 它车架还能保有 它这一半以上的车架 因为国内卖得最好 当年卖得最好的车型 像13年车 它一定卖是89万 90万出头的 这样子2.0升车型 这2.0升的上一代 这现有车型 它事实上 它行情 有时候可能还会超过59万 到60万以上 真的是满保值 对 满保值的 当然你也可以慢慢看 毕竟中古车是一车一旷 每个行情都不一样 所以都要仔细看看 然后当然另外一个 就是福特的库卡 福特库卡也是 现在前一阵子才刚刚做 这个新年式的变更 然后这款车子 当然福特跟Toyota来讲的话 福特它的特色在于 就是说它的库卡 它的配备比较多 然后比这个价格上 也比这个Red4来得便宜 所以在市场上面 它的行情 它就会比这个Red4好入手 而且说实在 在保值程度 福特车子向来 它是落后在Toyota 在它之下的 那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你反而是用较低的价格 你就可以进场买到一款 这个现有的福特 现役的车型 但这是改款之前 这2014年已经是改款之前 但其实不会差太多 所以在这样子的 这个市场的这个氛围之下 说实在消费者你是要看 你是要花较多一点的钱 买到一个年式比较老 但是它可以保值 可以开比较久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你想以较少的钱 然后买到一个 样子比较新 年代比较近 可能跑的也不会算很多 但是它好像配备也都有的 这有时候我是觉得 消费者你都要自己去看 自己去取决你自己的需求 对啊 其实RAV4跟CUGA都是在这个五年的左右的这个车款 那毕竟呢 它在五年的话 其实车况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 对 那而且呢 他们也都相当保值 我觉得这两款车是不错的一个推荐 除了这两款之外呢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新一代的休旅一哥嘛 CRV 是不是五十万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找得到呢 罗哥 当然五十万已经可以找到蛮多年份的 像其实像CRV 我自己曾经1999年的时候 我就一个二代的 那个车开了五年还有一半价 所以其实大概就是 你就是大概这样子的规则去抓 像RAV4也是五年半价 CRV也差不多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品牌的话 五年你会高于一半的价格 一点点 那以这种五十万左右的话 它可能来回差价五万 可能你 比较热门的品牌 跟比较不热门的品牌 可能价差就有五万八万左右了 你可能就会差个百分之十几% 这个就是二手行情好跟不好 你在产余价值会差的这个价格 可能会差十几%的车价 所以你看CRV 一二年的话 可能还有五十万 你看现在都已经2019年了 当然也有它的那个等级不同 它有最顶级 之前这个是上一代的话 大概也有2.4的VTi等级的 或是VTi S等级的车子 所以因为CRV的好处是 它也是跟Toyota这样开不坏 空间大又便利 然后操控器也还可以 所以这也整个的 你比较一下在路上的能见度 你就知道 它一直是销售冠军 那中古车就是这样 你只要是新车卖得好 中古车行情一定好 因为它在新车的时候 我就哇好想要好想要 买不起 我只好买中古车 当然中古车也会去找 大家都会想要的 这是基本的一致的道理 那我们再讲到福斯的Tiguan Tiguan呢是这个 福斯以前我们都知道 买Golf 对不对 就是我是这种 就是工作做了一段时间 我想开欧洲车 第一个想到就是买一台Golf 对 那时候它开始 休旅车风潮进来的时候 开始哇Tiguan呢 这个顶盘的 而且外形也不错 开始对 所以这也是上一代的Tiguan 那中古车行情 以进口来讲 福斯仍然是大家喜欢的进口车 欧洲进口车的第一品牌 尤其是在比较平价的车的 这个价位 那毕竟但是进口车 你可以看 Tiguan我记得它有一代 其实出的价格还蛮杀的 一百零几万而已 起跳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它在行情上面 它仍然可以保有 这种目前五六十万 你可以买得到中古车 一线大概是一二年 当然你这样子一看的话 CRP相对的比Tiguan保值好多 更保值当然啊 因为毕竟它是国产车 我们买中古车 会考虑到后续的维修 你国产车的维修 你譬如说两万五千公里 保养 国产车可能两三千块 三四千块 对不对 Tiguan可能就 进去不知道要 多少才出的来 如果你还是选择 原厂保养的话 所以这些都是细节 但如果说 我还想买一台 欧洲进口的SUV 五六十万其实入手一台 状况还很好的 不思计划 其实也是很好的选择 对 其实在中古车的市场 有可能很多人会想说 我既然都买到中古车 那表示说 我可以再往上 越上一级啦 除了这些休旅车的选择之外 也许有更多人会觉得说 我想要意圆我的跑车梦 双门跑车 在二手市场里面呢 到底有哪些选择 而且是五十万哦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这款车 我觉得它吸听度 也真的是蛮高的 那就是Infinity的G37 大卫哥 这款车五十万 真的是五十万 出头就可以拥有 事实上你想要在市场上 买到五十万的这种跑车 其实是不难的啦 因为在市场上过去 总是有一些这跑车 不管是日系啊 欧系啊等等 但是性能的都参差不及 还有车况啊 还有车况 但是我要介绍 今天这款是Infinity的G37 它这个大概是 零六零七年式的这种车型啊 它这样子的车子 居然你在市场上五十万出头 你也可以拥有 而且Infinity G37 在当年那个时候 是市场上少有的豪华双门跑车 而这双门跑车 你不要看 它不是只有个品牌而已 它事实上它源自于这个Sky 这个Nissan的Skyline 这样整个跑车的足系 而且它的动力是用的是VQ37 这个VQ已经很有名 当时的排气量 你看它的型号 就知道它排气量 VQ37就3.7升 V6的引擎 最大的马力 三百二十八匹 三百二十八匹 请问你 要用五十万 你在现场很多车子都没有 这样子的数字 一半可能都还不到 可是你在这个G37上面就可以拥有 而且它整个车子的一个车格 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你会觉得说我花这样的价钱 我就可以开到一个满体面 而且看起来也不会太浮夸的一个车型 对 然后坐进去你会觉得空间也是蛮舒服的 然后只要你当然你在市场上 你要看这样的车型 你还是要多注意几个点 第一个是这个车子卖的不多 因为它当年引进来的时候 它一年数量一年挂牌量 差不多是两百辆上下 所以数量真的是很少 你在市场上找到它 其实不容易 然后第二个是 你找到它之后 你自己要点点精量 这个车子 当然这是三点七升的排气量 排气量 税金 对 这个税金 你花五十万 接下来你每个月每年付的税金 这些你要考虑进去 当然这种车子 你开出去你的保险 当然很多人说我买中国车 我还要考虑什么 可是这种车子 当然它走性能的 你在保险上面 你还是要算算看 因为你要确保你安全 而且现在大家说 路上豪车那么多 你开这种车子 一定想出去飙嘛 一定会狭入相逢 机会也不少 所以你方方面面 你都要考虑一下 看看你到底是真的 适合入手这种车子 除了大伟哥为大家带来了 G37这一款双门的跑车之外 我们要请中古车界的 康巴子 黄总来为大家推荐几款 双门的跑车 五十万 没有错 就是五十万 现在五十万买中古车 是时间了 尤其是你要买双门跑车的话 因为这两年 在中古车市场 双门跑车跌很凶 如果是两三年前 你要去买这个190或192 这样系列的车 还很贵 但是现在因为都当塞型 所以像它这个车 像以190的话 最少是2000cc以上的 而且这个年代的车 大部分都没有涡轮增压 所以市场并不是主流 但是其实是绝对 可以拿来开的 以192这个型号就是双门的 190是四门的 192是双门的 那我们可以买到320 大概0607 大概都可以入手 那么车况其实都还不错 150匹马力 外型呢 中规中矩 有BM道的味道 操控底盘非常的好 那如果你稍微 愿意奢侈一点 你对耗油量 不是那么在意 你又是性能狂的话 那有一台车 非推荐你不可 我们知道以前BM道 都喜欢用自然进气 可是这个3356厉害了 把它的涡轮增压 那个技术炸到 在这个年代 炸到最辉煌 它可以炸出300多匹马力 3000cc 税金又刚好 它335并不是3500的 它是3.0 双涡轮 直六引擎 马力很大 扭力很大 然后有的改装空间呢 甚至于可以直逼400匹 跟M3来做挑战 可是价位现在 大概五六十万 在06年的第一匹 就可以买得到 那当然除了三系列 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 双门的跑车 也是大家很喜欢的 到目前为止 造型也不显老的就是TT 是的 那可以买到第二代了 从06年开始 而且第二代的TT呢 那个时候有推出3.2 Quattro的 有四轮传动 马力250匹 然后0到100 加速5.7秒 那五六十万 就能买得到 是非常可以入主的 所以我说 五十万 是不是一个入门的门槛 是 没有错 可是呢 却可以买到相当好的产品 这也是在这个时间点 买中古车的一个优势 对 所以还我极力推荐 其实这两款车 我相信呢 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定都不陌生 除了这两款车之外呢 大部分人如果想要买 双门跑车的话 也希望说 真的我心中 已经留了一个 保时捷的位置 请问一下罗哥 如果说五十万 要在这个中午车市场里面 要找到不错的保时捷 真的可以吗 保时捷 你要看哪一个车型 然后哪个年份 是哪一型的 因为譬如说你如果 那如果五十万 五十万 对对对 你如果讲到911 大概五十万 是不可能收得到的 因为那种很奇怪的911情节 会让大家突然的想要 把那个价格 达到一个你不可思议的 那种 但是呢 如果你是看Boxster的话 Boxster 我们都知道它是水平队卧 但是中置引擎 它不是像911在后面 它是中置引擎 而且Boxster还是敞篷 现在已经把车系名称 改为718 但是在01年 2000 01年那个时候的话 Boxster其实是不错的 它有2.7还有3.2 Boxster S 它马力 那时候都是自然吸气 嘛 所以马力大概也有252匹之间 这个我印象中是这样 那如果你到现在 你想要说爱危 圆一下保时捷的梦 我觉得 如果你市场找到的话 大概最方便的行情 大概就是这个了 而且一般 正在开 Boxster应该 原则上不会是那种 消胚啊 爬来爬去 应该不是那样子的对手 就是说 这个是买来 因为它是敞篷 所以呢 我很喜欢 大部分也会放到车库里面 然后呢 就是觉得 这个偶尔开开篷 轻轻松松开 所以一般来讲 车况都会顾得还不错 所以 就算是 现在看起来已经十几年了 那 如果你在中国市场找得到的话 一元保时捷梦 这是不错的 而且它这个车子 其实是可以摆的 就是你摆久一点 你当然不用想 它会增值多少 但是我觉得这个行情 大概就到这里了 它也不会再掉到哪里去了 说不定开一开 朋友要去接手 搞不好你还是 这个行情可以卖 那另外一台就是 350Z 那350Z 我认为它也是一个经典 因为之前的 你上这个 从之前的Fair Lady Z 改到了 全新世代的350Z 变成这个样子 非常好看 后来演化成370Z 但是我觉得 350Z 它这个造型 仍然是最经典的 对 所以你要把这个车 收来 这个放着 或者是偶尔 出来拉风一下 它也有敞篷板 但是敞篷板比较少 那你在市面上 其实350Z 我那时候开过 是很不错的 VQ35的引擎 虽然是NA 但是动力很充沛 比那个Buster还会跑 说实在话 对 然后是自排的 也很容易开 车子的造型很棒 然后悬吊也蛮硬派的 开起来是一个很令人开心 很有Feel的车子 虽然不是什么 欧系名车 但我觉得350Z 绝对是大家以后 会怀念的一部车 虽然我们说50万 你可以买到 你可以一元一个跑车梦 但是其实当你接手之后 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大部分的性能迷们 也许要买这个双门跑车的话 可能不会吵 就是会觉得中午车市场 我先观望一下 所以艾大是不是跟大家稍微 就如果说我真的是消费者 想要在中午车市场里面 买到一个双门跑车的话 我去看车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美感 或者是我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哪些 其实50万要买到双门跑车 甚至像保时捷 Buster这样的一个 这个敞篷跑车 都不是问题 都买得到 但是我建议就是 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要预算是50万的话 买这样的一个车子 没问题 买得到 但是你可能要再准备 15到20万的一个 这个翻新的一个 这个费用 因为基本上这一类的车子 有非常多的一些耗材 因为这些车子 可能他这个前任的车主 他比较这个爱开快 那其实很多 尤其这些车大部分 讲究性能以及操控性 那性能跟操控性 另外一个反面来说 他可能的消耗就会比较大 甚至在操控性来讲 他的底盘 我们知道他底盘 有很多所谓的 多连杆的一些关节 那个老旧下来 你要一换的时候 10根多连杆 其实这个价格是相当的高 所以我就是跟观众朋友分享 就是说 大家要多准备一点点 这个维护车辆的一个 这个预算 譬如说以现场 我们这个电视画面上面 看到的四辆车来说 以刚刚黄总讲的 这个投P的335 它是双涡轮的 但是后期 它就小改款 就改成所谓的 单涡轮 双涡流的一颗 这个涡轮增压器 那双涡轮的 当然马力它来说是最大 那个时候就是 像黄总说 它确实是有挑战M3的 这样的一个实力 但是时间到了 它这个涡轮机 所谓的漏油的整个状况 其实还蛮明显 那或者是说 你买这个所谓的敞篷车 你的这个棚子 你可能就要去预留 这个翻新棚子的一个费用 因为我记得我01年 2001年的时候 就开的是这个 保时捷的这个Buster 那其实那时候车还很新 也遇过这个附水箱 坏掉的一个状况 所以买这些车型 多上网去做功课 看看一些车友会上面 跟你分析说 这些车子的通病是什么 大概多久需要维修跟保养 大概维修需要花多少钱 甚至同时你做完功课的同时 你已经知道 将来你买了这部车 遇到状况 需要维修保养的时候 你要找什么样的 达人专家来帮你做修理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 中午车市场里面 用50万的一个预算 除了可以买到 我们刚刚推荐的一些 不错的这个主流的 休旅车之外 还有这个双门的跑车 很多人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都一直很向往 可以入主豪华品牌的 大型的房车 但是呢 随着年纪越来越长了之后 开始有一些能力了 就会回想到 我当初年轻的时候 想要的那些 梦幻的一个车款 所以我们在这个 中午车的市场里面 有没有哪些豪华品牌的一些 大型的房车是可以选择的呢 大伟哥 当然是有 假如说你是觉得说 哎呀我就是要用50万出头的 这样子的价位 我就想要入主一个大型车的话 当然 就像我刚刚讲的 50万你可以买到保时延 当然 50万也可以买到滨市 那滨市你买到它的豪华大车 S-Class 当然也是可以的 就像这个06年那一代的 W221型的那个世代车型 它的确啊 你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 当年这些车款 它入手价到450万 才能入手 但是你如今在这样十多年后 十二三年后 你也可以用不到这个 60万以下50几万空间来买 当然你要看你的心态 你用50万你买这么大一部车 来做什么 通常有一些人 收藏 收藏就是一个 当然也叫跑车 这个因为这机场接送 老实说 滨市的这个S-Class 这款车型 当然它是豪华大车里面 一个指标车型 而且耐用啊 整体的平价 还有当年卖的数量 都相当的多 所以你在市场上 你选择多买得到的多 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 畅销车 基本上它畅销一定有它的原因 一定它耐用 口碑好做起来舒服 然后坏掉的 就是说出包的几率比较低 然后保养 就是保养起来 也不会那么的复杂 而且滨市的确在豪华大车里面 它做的是相当熟熟 因此在这款S-Class上面来说的话 你是可以找到这样子的车型 而且你是拿来想要做一个商业用途的话 它的确是一个很好考虑的一个车型 当然还有另外一款车型 是这个Lexus Lexus LS 当然就是东营的豪华大车代表 在这样子我这边介绍的是 它的第四代车型 也就是我们现有的LS的上一代车型 它这个看你看这个年份 它才是这上一代的较早的一个车型 较早的车型 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不到六十万五十万 你也就可以拥有 这个车子你可以想象 宾市已经很耐用了 LS老实说它更耐用 也许它的品牌 没有像宾市那三星 来得那么吸睛 但是因为它整个Lexus 源自于Toyota集团 一个耐用品质的好口碑情况之下 这样子的车子 当然是没话讲 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 买这样子的车 你进场买中古车的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什么 日后保养税金等等 刚刚我们看的滨市 它3502等等 是3.5升3.0 可是460 它不打折扣的 就4.6升V8 这个排气量 你就要好好想一想 这个排气量 你日后的税金 当然买这样的 你会买这样的车子 当然一个是想保有日式情怀 老实说 当年上一代LS 这老一代的 你改成日系 超东影视觉系的 那的确是 你花一点钱 它就改得非常东影味了 然后当然 你假如要做商业用途的话 跑车 这也是另外一个好选择 也不错的选择 当然还有另外一款 就是B&W的7系列 今天我们现场 也来了一台大7 我们请艾大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没错啊 冠宜啊 我们台湾有一句话说 江湖再走 大7要有 所以如果你开的是一辆B&W的大7呢 代表就是你的江湖地位 以及身份品位 那当然你知道 大7当年都是三四百万的一个售价 即便它的车龄来到了超过10年 甚至15年左右的一个车龄 我们现场现在一看 它还是相当的大气啊 甚至可以说是霸气啊 尤其这黑色的车子配上隔热纸全黑的 你开在路上呢 想不被领检都难啊 警察专门看到这个玻璃黑的 就先把你拦下来 看你是哪一方的这个哥还是爸之类的 或是老贝 对 当然这个大7呢 它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乘坐的一个品质 尤其是它这一台车来讲 是一个家常型的车款 哇 那个后座的这个空间非常大 当年还选配有冰箱在车子上面 那所以开这个车子 还是具有相当的一个这个舒适品位 毕竟呢 刚刚我们讲的W221的賓士啦 或者是上一代的这个Lessus LOS 以及我们现在看到B&W的大7呢 都是这三个豪华品牌里面 最顶尖的一个这个顶级的车款 所以如果你开的是三系列 五系列或是C系列啦 这个E Class 它基本上呢 跟它的这个当家的旗舰车款 尤其是S 尤其是大7的7系列来说 它的这个等级层次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不过呢在这个车款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因为呢 车子非常的大 非常的笨重 其实油耗啦 跟这个将来的这个税金的一个 一个这个缴纳啦 还有就是在最后一个这个 所谓的这个车辆维护的上面 可能你都要多花一些心思来去做操作 不过我记我以前开这个这个朋友的大7的这个经验 即便是B&W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豪华房车 它还可以保有B&W这个著称的一个这个 非常好的操控性 开起来还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讲 灵敏 而且呢对于这个底盘路面的一个灵活的程度 跟路面回馈的一个感受 它就是一台不折不扣最大的一个这个B&W 那日主双逼其实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梦想啦 可是如果当你要在中午车市场里面 选择到了10年以上的编达链或者是冰市的时候呢 我们到底要注意哪一些比较容易可能 你日后接手的时候有哪些 比较容易坏掉的地方啦 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黄总 好 我们提到这个刚刚艾大有说啦 就是说我们买这样50万左右的预算的这个双逼的进口车 要保留一些预算 那刚刚提到这个也是事实 那很多人会说我买这个车50万我还要维修 好像情何以堪 其实也错了 新车人家两三百万 三四百万折下来了 已经超额折旧了 如果还要再说我们去计较这个维修费用 也是不合理啦 所以原则上以10年以上的双逼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你能买到10万公里以内的 那你可以放心 至少我们的花费会减少很多 但是万一你的预算的关系 因为一侧一旷嘛 里程多的它价钱也会比较低一点 假设当我们接走一个15万以上的车的时候 以我的口诀是这样 你买三系列的光是油的 这个滲油这个部分的更换的费用 大概要抓个五万块钱 那如果是五系列的抓七万块钱 七系列的抓十万块钱 来维修滲油这个部分 但是很多人会说滲油到底怎么样才需要修 假设只是眼睛看起来有一堆油 其实还可以不要理它 但是如果在你的车库底下 常常会一滴一滴的 这样滴的时候 那势必是要去作业了 因为有可能是里面的曲轴 或是气门盖垫片滲油 那这些有时候还会有味道 因为它滴下来会滴到排气管 会让你不舒服 那以10年以上15万公里 我们还会常常碰到的 比方说三角架 那个什么利亚签 还有这个平均杆 这些所有的橡胶件 跟拉杆这一类的 大概也到这个年代也可能要更换了 还有避震器 这都是在所难免的 那尤其是 只要超过这个年份的车 把这个预算留下来 我想是对的 那冰市呢 其实刚刚黄总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OK 这些都是消耗品 还有一些如果像以50万的预算来讲 你要选择S或是大气的状况 那个车子大概都是十来年的一个状况 那个时候刚好是欧洲车 遇到环保期问题最严重的时候 所以你一定要预留一笔预算 来做环保期的一个整理 不然你每天开那个车子 这里也黏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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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又落差 这里又落差 你会开起来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这个车子呢 还有一点你要注意一点 可爱感觉 我好想要注意一点 那是我们的封锁 这是我们的封锁 我们的封锁 是我们的封锁 是我们的封锁 我们的封锁